我是City的阿彪 刚才天国正审讲那么多的问题 我感觉我把我问的问题 我感觉是昨天你都已经睡觉 已经视频过了 我们一讲你马上就可以回答 而且简单重点都讲出来了 就感觉你的头上让我看到有发光的感觉 就像什么一样 因为你可以在行政院当中 来讲说可以把各部门这样协调那么好 所以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 应该是两个 两个回答说 如果你在从以前到现在来讲说 你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最得意的事情 以及让你觉得最在意 感觉就像 有点像看到马祖伯 感觉有有求必义这样 随时你回答问题 因为我认为在关 像官员我认为说他就很执着 但是也都没有像你这样的 可以把所有的信息来讲说都可以整得很好 而且都听到我们心中的声音这样 想要了解一下你最在意的以及最重要 你最在乎的事情这样 谢谢 我想这两个事对我是同一件事情了 最得意也是最在意的事情 我们这次当然防疫没有封城 没有lock down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的功劳 是大家的功劳了 我最多能够做到大家都拿到口罩 待不待还是看大家 这个我绝对不会鞠躬 那但是在2017年的3月 当时我处理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所有的假讯息危害防治的这个题目 当时秉藤政委还没有进来 也还没有制定出那个法律上面的一些规范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说是各国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人他看了手机上面的一个 让他义分填膺的讯息之后 因为被可能愤怒所占据 所以他不会花时间去看那个内文 所以标题或者照片杀人的这个情况就常常出现 那大家就转传就出征就怎么样 那这个所谓社交媒体因为荧幕小 然后容易分享造成激化 这个是全世界都碰到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是很类似于环境污染 其实这是社会污染的一个问题 那他就是靠就是所谓的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造成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各国都有各自的方法 好比像说德国是要求这些平台 就是有什么出征的言论什么的时候 他24小时之内要下家等等 那或是像新加坡 他是授权内阁的任何官员 都可以去指定任何的媒体或社交媒体 去要求他们一定要等更正启示 或者是要其他的媒体 反过头来更正这些媒体等等 那这些解决方案 或许都有他一定的作用 但是就好像防疫封城一样 这些作用也有他的副作用 就是会让大家生活上面变得比较不自由 或者比较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比较难建立 那所以我们这边因为可能40岁以上的朋友 都记得戒严的 就是事前审查的那个情况 所以没有人想回到那个情况 所以我们解决假讯息委员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用一些完全不是下架 或者是查封言论的方法来做 那这样做是特别困难的 所以我在2017年3月的时候有提出说 我们要公开的快速的结构化的 去设置所谓的事实查核机制 那但这个机制不是政府来用 而是让专业的媒体工作者 那他们自己成立 他比方说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他比方说Michael Penn 然后比方说现在也有一些商业 然后比方说趋势科技 有一个防诈达人 然后Husco Husco把梅玉仪这个诟病进去了 等等 在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生态系 包含有一个叫真的假的的 那个G0V的专案等等 那这些生态系它就变成一个 它可以独立运作 而且我们这边政府说错了什么 它也可以来fact check我们 所以它不会被政府的钱 或者人所牵制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但是以前在台湾 并没有事实查核机制这个东西 所以当我一提出的时候 就很多的自由派的朋友们 甚至很多是 因为我父母亲之前都是媒体人 他们之前的同事 老朋友等等 都就有点像是见到黑影就开枪 觉得说好像我要设置一个 就是怎么样言论查记的机关 然后怎么样要去钳制网民 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队伍有非常多人 声势攻击 有一些很多批评指教 那那次是真的觉得说 我以前都是在倡议的这一方 其实比较建设性的 那这是第一次是说 这些我之前非常尊敬的 也跟他们一起工作过 这些朋友 好像是对着我来 创作我来 但其实不是我是他们 想象中的某个形象 那但是当时就是 我大概花了一两天的时间 在尤其是Facebook上面 所有提到我的名字 所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人 不管我认不认识他 我都在底下留言 然后就开始跟他讨论说 其实这个并不是国家 或政府要做什么 而是让民间人就及时去看到 目前有一个不时讯息在流传 也不是把它下架 是底下嘉义行提醒说 按照我们 这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大家就慢慢了解到说 我原来不是要把权力 集中到行政权 而是去把行政权 就是大家期待行政权做的事情 让我们一臂之遥 两臂之遥的公民社会 可以来做 那所以大概花了半年一年的时间 大家慢慢比较习惯这件事情 而且也觉得说 在LINE图灯上面 可以看到及时的澄清 或在LINE上面看到一个讯息 你长按之后 你可以把它forward 就是转传 给这些视察和者 这是蛮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解决了 假讯息危害的问题 但是没有侵害到言论自由 尤其没用事前审查的方式 或下架的方式 这是我最在意的 那比较得意的就是像 前天把美国那个智库CSIS 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 那大概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模式 很成功的 尤其是在2020年 总统跟立委大选的时候 确实是把我们看到的很多 就是之前的假讯息危害 大概都有抗体 大概都能够处理 但是没有侵害到言论的自由 那他们觉得说 美国实在应该学学台湾 这就不会发生 就是一些让人比较不舒服的情况 等等 那能够被CSIS这样子肯定 我想也是让我很开心 但那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所有做 Fight Checking的人一起的贡献 感谢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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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贡献